回到新闻现场要告诉您的是 台北新艺术博览会登场了 在今年有一场百人名人的画作PK战 包括女子天团SH1还有五月天主唱阿信的作品都在其中 时间一到所有人往前冲 看准墙上的画拔下来带回家 因为这里的每幅画都出自名人或是画家之手 白色是五月天的阿信 然后2014这个是新闻日记那个赵俊雅 拍了多久 昨天中午就过来拍了 靠缘分 对 就是看比较漂亮的就拿了 那女缘分之后想到谁呢 就是一个艺术家 然后一个是时空艺术会创办人的 看缘分随便挑 挑到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像是这幅用照片拼贴成的爱心 是女子天团SH1SELINA的作品 旁边摆的是Hippie和Ella创作 在不远处紧邻的这两幅 左边太阳花是律师顾丽雄的画 右边是连神文太太蔡依珊的油画 500多幅的作品 每一幅都是售价1000元 所以不管大家 其实像我们有些参展的艺术家 她的画作可能很贵 可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画作 可是她来参加我们的营卖还是一样 这边可以看到一幅都是1000块 这场台北新艺术博览会 另一头也很吸睛 红色美国超跑 车身结合当代艺术大师 李善丹的画作 那西风的这种超跑呢 再加上东方的门槃 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大叫门的概念呢 正好呢是我们现在世界呢 最时尚的一个潮流 您可以看到在车身上 我们也放了24卡拉特的棉花 这颜色的颜色 有50个颜色 在那颜色的颜色 现代汽车工业结合当代艺术 如此的跨界合作 开岸城是亚洲唯一 GD新闻马沙学群台北采访报导